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步 安装营养管 打开泵门 安装完营养管以后 请确认以下几点 第一点 营养管左进右出 逆时针方向长到一圈 第二点 确认低弧页面低于红色警示键以下 第三点 确保子页甲打开 关上泵门 第三步 设置输液参数 输液参数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个 输液速度 按上下键调节输液速度 第二个 在需要设置预置量的情况下 按确认选择键 选择预置量 按上下键调节预置量 在不需要设置预置量的情况下 按默认参数即可 第三个 在需要清零累积量的情况下 按确认选择键 选择累积量 按清零键 清零累积量 第四个 在需要指定时间内完成输液 按确认选择键 选择输液时间 按上下键 调节输液时间 在确认输液速无误以后 按启动键 启动输液 同时运行指示的量 表示输液正在运行 演示到此结束